大家好 我剛才是我第一次看到整個片段 我看了之後 我就覺得真的很憤怒 在片中真正看得到 許智峯怎樣去逼到女官員到一邊 在人家多了她的絕底下 她仍然都是強行搶 這次我看得很清楚 一搶完之後 就是追逐 由電梯的牆一路跑到二樓這邊的廁所門口 其實是一路追逐的 很明顯很想拿回電話 但是拿不到 身為一個女性 我都可以想像 如果有一個高大過自己的男性 是要搶你的東西 當你收到電話在身後 她都要迫你埋長角 我看到有推撞有拉扯 搶了你的電話 我會覺得是很大的羞辱 所以很難怪我聽說 這位女官員每次說起都還會哭 我覺得在香港的立法會裏面 有一位立法會議員 這樣欺凌女性 去羞辱女性 我覺得是香港立法會的恥辱 我十分之憤怒 還有在片中也都見到 今次很清晰 看得到 許智峰拿了電話之後 其實在廁所裏面 足足17分鐘 她之前也有說過 她下載了一些東西 那個手機 其實是政府的手機 裏面有政府的資料 我現在有一個問題 想問許智峰 或者許智峰的 我也不知道 認識的人 許智峰說她下載了資料 有沒有傳給其他人 因為這些是屬於政府的資料 她沒有交代過她下載了去哪裡 怎樣去使用 傳給什麼人 什麼人有收過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政府的資料 手機裏面的資料 都是屬於政府的公民 如果有人非法下載 其實已經涉及 可能不誠實使用電腦罪 如果你又再傳送 傳播給別人 收到的人 而她是沒有出來報的話 也沒有說的話 收到和擁有者 也都可能是 收取了這個賊 所以這個也是很嚴重的問題 我覺得許智峰 是必須要出來交代的 看完這個片段 我就更加覺得 許智峰 是不應該繼續 在立法會做議員 我相信 我們自己看完 這麼震驚 其他的同事 在立法會 包括我想媒體的朋友 你們都會想 咦 如果這樣都可以的話 以後個個都可以 搶大家手上的任何資料 手機相機 什麼都可以搶 這個是香港社會不容許 立法會也不容許 我剛才在會議當中 我亦都有問過立法會主席 因為有很多市民 媒體的朋友 都希望公開片段 立法會主席就說 因為這個片段 是問過當事人 當事人是不願意公開 當事人是指各位女士 她不願意公開 所以這條片是不能公開 但是我提出了市民的要求 是希望公開片段 但是這個片段 因為當事人不願意 所以是不能公開 靠我們的描述 我希望大家都了解到 事情的嚴重性 希望許智峯自己想清楚 如果她立即辭職的話 我相信對這位女士 和對立法會 對香港都是一個交代 謝謝大家 我們憲政派之前都已經相議過 我們相信很快就會有議員提出 79胡胡七的譴責動議 文建民支持 EQ 你相信你會發問 當事人會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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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最終人會發問 並ない 那條片是否真的有紅袍、拉折或是面前面的情形? 我看到那條片是見到它迫動了長角 那條片就看不到最後一些所謂紅袍的動作 但是如果根據那條片的角度 如果你不接近紅袍 你是搶不到的電話 我自己看到有拉斜和追逐 可以告訴我們有些事情嗎? 如果是一個最重要的動作 我們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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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我們會有一個人 提出797的動作 很快 還有其他問題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